这是1998年长春市一场葬礼的真实影像 录像中一百多辆豪华轿车开到 数百名身穿黑色西装面带墨镜的青年男女相纵 漫天纸钱不断洒下 哀悦撤向长春市的大街 送葬队伍走后 行人惊奇地发现 漫天的纸钱是真真实实的人民币 哪位大人物离世才有这么大阵仗 点击关注 让我们一起了解详情 这是1998年长春市一场葬礼的真实影像 录像中的葬礼 像极了香港黑道电影中的场景 甚至过犹不及 这是哪位大人物才撑得起如此大规模的场面 目睹葬礼的行人四处打听 最后牵出一个犯罪团伙 这是怎么回事 如此豪华的葬礼 如此大规模的送葬队伍 引起了市民的好奇 尤其是葬礼上撒的纸币 竟然不是民币 而是真真实实的人民币 这大手笔让无数人震惊不已 经过打听 原来死的人名叫余永庆 提起余永庆 对长春市黑社会势力 有点了解的人无不知不晓 她原来是东北盗窃团伙 黄庭丽手下的一个小头目 黄庭丽据称是天下第一神偷 手底下聚集了一个庞大的盗窃团伙 后来警方抓捕了黄庭丽 余永庆见风声不对 立即逃回了长春 黄庭丽团伙的覆灭 并没有让人警醒 她仍然从事非法活动 甚至变本加厉 她靠着手里的积蓄 招兵买马 凭着一股狠辣劲 占据了以长春火车站站前街 为中心的方圆十几公里范围 黄赌督无所不沾 在势力中心的所有商店 宾馆 餐馆 武厅等都要按时向她交保护费 如果不交 就会招来一顿毒打 余永庆靠着心狠手辣 成为长春市赫赫有名的黑老大 年纪轻轻的她 怎么突然死亡了 她的死亡 必然会造成长春市地下势力的重新洗牌 因此引起了长春市公安局的关注 经过侦查 公安机关发现了一个重大事实 余永庆并非自然死亡 而是遭遇了突然袭击 头部和胸部共种八枪 枪枪毙命 枪击案件是重大刑事案件 更何况有人死亡 为什么没有人报案 原来 当时长春市并非只有一个黑帮 黑帮之间为了争夺地盘 相互火拼的现象十分常见 在火拼中伤亡 团伙将自行组织报复 而不会求助公安机关 余永庆死亡后 她的集团 群龙无首 一盘散沙 没有能力组织报仇行为 只好为余永庆策划一场豪华葬礼 算是全了兄弟情谊 虽然没人报警 但公安机关还是决定要继续侦查 直到抓到凶手 公安机关为什么一定要侦破这起案件 是要为余永庆报仇吗 这是1998年长春市一场葬礼的真实影像 录像中 数百名黑衣青年送葬 引起了公安机关的注意 并通过这场葬礼 揪出内部的大蛛虫 公安机关是怎么发现这个蛛虫的呢 长春市公安局对余永庆的死亡非常重视 余永庆死于枪击 说明另有一个黑社会集团崛起 双方在争夺地盘 地下势力面临重整 公安机关必须打击掉 这个处在萌芽状态团伙 公安局安排了王牌侦查员 对余永庆的死亡进行侦查 经过三个月的精心调查 公安局发现了蛛丝马迹 种种证据指向公安局朝阳分局的刑事警察梁旭东 查来查去查到自己人头上 这是黑帮分子的阴谋 还是梁旭东是隐藏在公安系统的蛛虫 侦查人员不敢怠慢 立即带着证据向公安局局长汇报 经过认真研究 公安局长决定不能打草惊蛇 只能智取 于是以开会的名义 要求梁旭东前往朝阳区公安分局 梁旭东没有任何怀疑 按照通知时间来到了指定会议室 刚进入会议室 就被事先安排好的工作人员制服 梁旭东听到对他的指控后 十分嚣张 放出狠话 不出两天 你们就会求着我出来 等我出来 你们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控制了梁旭东后 公安机关立即逮捕梁旭东团伙成员 经过审讯 梁旭东团伙交代了犯罪事实 他们不仅要求商家交纳保护费 还接受商家委托 采用非法手段 对竞争对手的经营场所 进行打杂强整暴力行为 甚至恐吓 打伤竞争对手 破坏正当竞争秩序 梁旭东还不顾女性意愿 强行与之发生关系 只要他看上的人 没有人能逃过他的魔掌 韩国成员也交代了 受梁旭东杀害于永庆的事实 梁旭东对敲诈勒索 贩卖毒品 强奸等罪行的指控 供认不讳 但对杀人行为拒不承认 在找不到其他证据支持的情况下 案件进入了胶着状态 后来 公安机关委托专家 对从梁旭东的住所搜出的 两支猎枪和若干子弹进行检测 经过核对 其中一支猎枪的子弹痕迹 与于永庆所中子弹完全相同 在铁证面前 梁旭东承认了杀人的事实 2000年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梁旭东团伙进行审判 并判决梁旭东死刑 立即执行 判决作出后 长春市市民十分震惊 因为梁旭东平时戴着一副近视眼镜 文质彬彬 谁也想不到 他居然是心狠手辣的黑社会 他是怎样走上黑社会这条道路的呢 这是1998年 长春市一场豪华葬礼的真实视频 这场葬礼 送走了一个黑社会头子 揪出了一个埋藏在公安系统内的蛀虫 为什么以保护人民为天职的警察 居然成为黑社会头子 梁旭东第一眼看上去 给人的印象是十分温和 他长相清秀 又戴着一副眼镜 看起来文质彬彬 谁也想不到 他居然是黑社会头子 那么他是怎么走上黑社会这条路的 梁旭东 自小被父母宠爱的无法无天 以自我为中心 性格十分顽劣 经常打架惹事 随着年龄的增长 越发不受管教 父母对此十分无奈 只好把他送到军队 希望在军队这个熔炉中 能够改正他性格的缺点 但没想到的是 梁旭东在军队增强的体格 锻炼了身手 但性格更为暴躁 几年后 傅元回到长春 被分配到一家国有公司 端上了铁饭碗 对于一般人来说 这已经是求之不得的生活 但梁旭东并不满意 他觉得处处受束缚 生活的不自由 而单位对这个难以管理的梁旭东 也十分头疼 几年后 因梁旭东屡次违反单位规定 被辞退 被辞退的梁旭东 找到了哥哥帮忙 进入了公安系统 但穿上警察衣服的梁旭东 并没有把保护人民的职责 放在心上 而是利用人民警察这个身份 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进行掩护 势力迅速范围扩大 因争夺地盘 梁旭东和余永庆团伙 多次发生火拼 这让梁旭东十分不爽 于是策划了这场突袭活动 案件发生后 梁旭东更是利用自己 在公安系统工作的便利 不断阻挠案件侦查工作 设置障碍 为黑社会分子透风报信 差点因他的破坏 导致整个侦查活动的停滞 梁旭东被抓捕后 他期望中的关系和背景 并没有出来救他 他也没有像想象中那样 几天就被放出来 而是在铁证面前 受到法律的公正审判 梁旭东也为他年轻 但罪恶累累的一生 付出了代价 俗话说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如果梁旭东第一次做错事时 就得到相应的惩罚 受到正确的指引 使他明白哪些事是可以做的 哪些事是不能做的 是不是他就不会走上这条不归之路 一个人的人生道路 很大程度受到小时候家庭环境的影响 受到父母前一幕话的指引 希望所有的父母都能重视子女教育 从小事着手 言行深教 减少子女走歪路的几率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发表观点